西流波涛 渔翁岛灯塔 这是我国文献记载由来最久的灯塔 渔翁岛灯塔 也可以叫它西域灯塔或外安塔灯 古时候人们称它作西域塔灯 它位于台湾澎湖群岛 西域岛西南端的外安高地上 灯塔与西域古塔的旧址处建制 该处有一块西域塔灯碑机 记载着西元1778年 由台湾知府蒋元书 澎湖通判谢维奇 船户和厦门交行共同捐资 捐墨 于小庙原址处建造了七级石塔 当时每级高度为七尺 在灯塔的顶端相置着玻璃 装有长明灯 在每个夜晚庙方人员会点亮它发光 但是因为光力不足 船案还是常常发生 列强们便要求青少政府建造新式的灯塔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渔翁岛灯塔是在西元1875年改建而成的 有当时的英国级工程师与福州关税五司重新勘查机制后 将旧的塔庙拆除建制洋楼 而新灯塔是模仿西式的风格重新建造 它的塔身是铁造的圆形建筑 灯塔内有螺旋铁梯 并设有雾笛及三座铁柱物炮 用作能见度不佳时提醒往来船舶注意周围状况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此处看见早期使用过的葫芦形石质盐墩 以及气象观测所 第二次世界大弹时受到盟军飞机轰炸 不过只有轻微的损伤 宇庸岛灯塔修复后 塔高为11公尺 装设有四等螺旋透镜电灯 每30秒连闪摆光两次 光力更增强至80万烛光 光程距离为25.1海力 并增设电雾号雾笛两座等设备 现在是国定古迹 民国81年开放给民众参观 远区有外籍看守眷属墓碑等 澎湖的美在民国100年 被《寂寞星球》杂志评选为 全球飞去不可的十大秘密岛屿 民国103年又成功成为世界最美丽海湾 国际证明度提升 政府也不时推广绿建筑等低碳岛的理念 并不定是在渔翁岛灯塔旁 举办系列活动 如音乐会 花火节 自行车活动等 可见它在澎湖岛上的代表性 而灯塔的所在环境为澎湖燕雨 一吼门 二溪流的溪流 意思是 每到甘潮 潮前 及秋季大潮的长浪非常的汹涌 我们也可以在此处目睹 澎湖八景之一的西雨落霞 几具有生态观光 又有浓浓的怀旧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